一直在講文燦兄 文燦兄 有人就在問這個到底有沒有在問候文燦兄 這是什麼 現在據說人應該在美國度假的嘉瑜姐姐 高嘉瑜 她連好幾天都PO什麼 冷氣 電風扇 撐過沒有冷氣的32度夜晚 大家在講說是不是在偷酸 現在文燦在裡面沒有冷氣可以吹 原因是因為現在有很多人關心她 說在裡面有舒適 甚至還有人去講桃園監獄裡面 真的是比較老舊比較潮濕一點點 所以沒有冷氣 真的不鬆開 她的老朋友還擔心 她的體型又比較壯碩一點點 很難想像要怎麼樣撐過這幾個炎熱的夜晚 可是到目前為止 整起案件大家都覺得說應該是會辦下去 不能夠讓整個民進黨的體系就這樣子軟趴趴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重振一下民心 特別的是要把基隆這個霸良案 是不是把它給炒起來 現在看到賴清德說主帥清真 要來到基隆這邊 要送匾額給童子賢 那個他的這個職子啦 那大家就開始在講啦 這個是要跟他直球對決嗎 那但是他們都講沒有沒有 這個是選前就已經講好 他選上要給他送一個匾額 可是也看到了 這個李靖勇呢 他竟然就直接跑到了基隆 講是講說啦 要趕緊給這個市選委會的同仁們 一個強心針幫大家加油打氣一下 因為這邊有一個罷免案正在進行當中嘛 但是據說呢他也要求大家30天一個月內要完成查隊的工作 是不是是真的上面有在關心 這件事情大家開始在地方上頭討論起來 國民黨當然是沒辦法 所以呢現在定調了 顧梁全面熱戰 要號召的是七萬七千名的支持者來投票 簡單的說啦 反對票一定要給他炒好的投下去 票票入軌 這樣子呢才能夠讓大家看到這個國民黨在基隆的決心 好另一個部分呢則是在立法院 雖然即將要修會 但是呢大家開始在講 哎民進黨現在是不是開始要塑造新的戰神 這一位黃傑 他就直接講啦 他說藍營呢現在在修這個罷免連署 要把他修得比較嚴 他就覺得啦 你們國民黨自己心虛啊 你們不要造假就不用什麼把他修得比較嚴啊 每一次都是你們的問題 甚至呢現在還有人幫他做了一個專訪 我們這個專訪要幫他唸一下內容 他講說呢 他那天去到立法院的時候天都還沒亮 他是他第一次在太陽還沒有升起來的時候來到立法院 還肩負重任 要讓其他的委員順利的進來 所以他當下也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他不能當一個豬隊友 要當一個可靠的隊友 講的文情並茂 但問題來了 這件事情真的是合理的嗎 好現在呢甚至他還要韓國瑜給他交代 因為他認為韓國瑜是不是監控 下令在監控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啊總務處這邊是講啊 是本來就是你知道管裡面都要通報嘛 這個不是大家有進去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嗎 網友也開始回應了 這個其實一般啊 民間辦公大樓 有訪客本來就也都要通報也都要確認身份才會放行啊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好現在呢也有民進黨立委在講啦 就講說其實不是他們想太多 是他們覺得韓國瑜根本就行政不中立 是真的嗎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畫面 請問院會對於民進黨黨團所針對報告事項的提議 通過有無異議 啊啊 有沒有異議啊 有沒有異議 對於民進黨團提議 所針對報告事項通過有異議 有異議的 確定嗎 確定有異議啊 好 國民黨團有異議 我們現在進行表決按鈴七分鐘 請分發表決卡 好 這個是林楚怡所做的影片 他說 你看看韓國瑜有異議 但是韓國瑜現在就是變成國民黨的提詞機啦 他根本就是藍白黨公啊 那可是問題是呢 大家也看到了 像是吳秉睿對上的黃國昌 彼此之間也是跨遍動作片 先來看畫面 我們要問這裡嗎 這個媽子 這個理由嗎 這個理由嗎 這個理由怎麼樣 為什麼要在這邊退回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不是討論的地方耶 他是看聯愛人宿而已耶 為什麼要擋啊 黃國昌 黃國昌 為什麼要擋啊 黃國昌 還在躲啊 等於是有點前面有人後面有人 大家都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為什麼要這樣 黃國昌的講法是 就是按照意思規則來啊 但是呢 大家都跑到他面前來關切他 大家就想問啦 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亮哥 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呢 從後面看到前面 從前面看到後面 民進黨現在其實裡裡外外 他們都是有些佈局的 怎麼樣來看 他這個得到的指示 就是要倒向明年二月之後搞罷免 可是我跟你講你們的陰謀都不會得逞 因為藍白對罷免那個連署要提高門檻 現在進行惡毒那就是冷凍一個月 那之後就可以表決了嘛 那一定過的啊 所以你這種掙扎都沒用 你就是立法院少數啦 任命啦 老是在做這種掙扎 我甚至認為2月1號 民進黨如果要發動罷免 那個時候川普剛上任 搞不好下令阻止了 他怎麼可能讓你台灣這樣動亂 你要知道立法院罷免 這個是互相罷免 那就會連動到 藍白也來杯葛行政院 有這樣的政府嗎 我跟你保證台灣搞到 整個中央都停擺 你可以去試試看 到時候你來清德 要什麼綠電9000億 潛艦國造 七艘潛艦要2000多億 我跟你保證都不會過啦 所以我來清德還在搞罷免 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共同黨主席真的非常丟臉 你都不能夠預判 會發生什麼事嗎 藍白到時候就被你激怒啊 比如說你如果去搞柯文哲 民眾黨不會被你激怒 那到時候就民眾黨 跟國民黨更團結啊 那都背格你行政院啊 那你能夠做什麼事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總統呢 到現在紫一心要當一隻鬥雞啊 真的很奇怪 你立法院就是沒過半嘛 你去看那個陳水扁 那個時候第一任的時候 他還是好好的去跟王金平合作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王金平 你現在我看你跟國民黨 跟民眾黨你怎麼合作 我完全找不到這個賴清德的預算法案 在立法院有通過的任何可能 我完全找不到可能性 因為接下來他要搞的事情 全部都是鬥爭啊 比如說釋憲案 那到時候你跟國會無法就被推回去啊 那推回去對不起啊 憲法法庭不能直接修法啊 立法院藍白 我就再修一個2.0版 再來一次 我再推 照樣過 我看你怎麼辦 所以還要搞罷免 這是笑死人啊 我跟你保證謝國良的罷免 你也不會過 你只是惹了國民黨更火大 所以我跟你講 賴清德都在做一些 無謂的事情啊 所以鄭文湛講得很對啊 你真的是很不聰明耶 那沒有辦法啊 被一個不聰明的鬥雞當總統啊 但是呢大家也在講啊 鄭文湛案之後 當然他也必須要知道 主帥棋子要打開來啊 所以呢他到了基隆之後 又剛好是他的這個職子啦 通知位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是不是就是跟罷免案有關係 是不是他就是清真 主帥清真到基層來 請教一下淑蕙姐 我每次都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基隆罷免案的起源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投這一個案 不管是反對票或贊成票的時候 你一定要搞清楚 為什麼要罷免謝國良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罷免謝國良 他做了什麼傷天害臉事 沒有耶 他就只有做一年半而已 導火線就是東岸停車場嘛 林宥昌把他標給了大日 大日又去找了Net來經營 那結果大日在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現在被發現有弊案 有弊案好嗎 所以這個謝國良沒有要再跟林宥昌續約了 那理所當然他從大日手上把這個停車場拿回來 那Net只是大日找的這個合作廠商 Net當然也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基隆東岸停車場 這個事情有很難懂嗎 但是Net居然就糾戰雀草認為說他居然有東岸停車場的經營權 然後就開始這一連串的法律攻防或媒體攻防 甚至演變為最後所謂的公民團體的罷免 這一連串只是因為東岸停車場 而你回到最原始 東岸停車場當時的這個標案是有弊案的 而且是進入司法檢查的體系裡面在調查當中 這四個有弊案的 大日在標這個案子是有設弊的 所以你說大日又找了Net來合作 Net現在憑什麼理直氣壯的說他有這個的經營權呢 這個頭是有弊案的耶 那林又昌為這個弊案不用負責任嗎 不用跟鄭文燦一樣被調查嗎 那今天要怎麼好意思來說要發動這個罷免呢 是不是怕說有更多過去基隆八年的問題被查出來呢 所以要趕快趕快再去把現任的市長給換掉 過去民進黨在基隆已經執政八年了 過去的八年不管是基隆民眾也好 或是國民黨在那邊的支持者或民意代表 對林又昌沒有發動什麼抗爭 或是什麼雞雞車車的事情 每一個市民每一個在地民代都希望 城市要穩定發展 那結果呢 政黨一輪替才一年半而已 民進黨就這麼的沒有量 就跟高雄一樣 你們在怕什麼 你們在遮掩什麼 你們怕政黨輪替 會像桃園一樣被清出什麼嗎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這一場的罷免 他的正當性何在 好 請教一下永平姐 賴清德真的非常的奇怪 他某種程度 他的作風也改變了國民黨 國民黨過去也歷經了很多罷免的情況 可是國民黨過去罷免 都是採取守勢 都是覺得說你們不要出來投票 你們認同我 相對消極 對 然後我不要升高對決態勢 我就用政績什麼 可是這次國民黨火大了 我都給你拚 而且要求支持者也通通出來投 最後當然這樣子 罷免門檻很快就會被跨越對不對 可是國民黨追逐的目標 就把它當成其中的一個 對於施政的一個評估投票 大家贊成謝國良的施政 還是不贊成謝國良的施政 如果被國民黨 因為現在國民黨真的很氣 很怨 看到青鳥也沒有辦法出氣 看到民進黨在立法院亂 也沒有辦法出氣 看到像黃捷這樣子小偷一個 偷偷摸摸的跑去弄會議室 大家氣得要命 整個國民黨缺乏一個出氣的地方 那你今天開始發動了 一個毫無正當性的罷免 何況謝國良在基隆 他又是相當有基礎的 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他一號召整個黨 然後再加上北部 台北跟基隆的這種連動 你整個下去的時候 其實氣勢是會翻過來的 那你氣勢一翻過來之後 剛才那個淑慧講的 本來林佑昌這個事情 就是一個弊案 那你比照鄭文昌